各位好 我是董嘉宁 今天我们来讲一个轻松的小话题 特朗普抨击邮寄投票事件 2016年美国大选 特朗普击败了希拉里 民主党随后对特朗普死缠烂打 认为是普京干预了大选 是俄罗斯窃取希拉里的电子邮件 控制了社交媒体 用舆论攻势抹黑民主党 这也就是希拉里邮件门和特朗普通俄门 俄罗斯干预美国大选 这当然是无端之责 就像说伊拉克有大规模刹射性武器一样 现在特朗普都为萨达姆叫区了 今年11月 美国又将迎来大选 特朗普本来迎面比较大 他的对手拜登年龄太大了 78周岁 再干四年 82岁了 美国是世界警察 这年龄还要全球抓人 那被他抓住得多大岁数了 但新冠疫情打乱了这一切 CNN最新民调 拜登领先14个百分点 即便更中立的民调也差了7个百分点 特朗普压力大了 就率先发难 说推特干预了他的选举 怎么干预的呢 把他的推文列为有待核实信息 特朗普说的是什么呢 他说邮寄投票会腐败 假投票不公平 我们先来说邮寄投票 一会再来说干预 到大选的时候 疫情可能还是控制不住 投票可能不能像往年那样去现场投了 美国许多州就推广邮寄投票的方式 避免人群聚集 特朗普以前也有过投票 老投票了 而且还是多次邮寄 2017年纽约市长选举 2018年纽约中期选举 还有今年3月 他都是邮寄投票的 但现在他反对了 邮寄投票以前哪些用得多呢 选民身体有缺陷 人不在国内或者坐牢 这样的特殊情况用得多一点 当然有些州没理由也可以 但总的来说还是少部分 这次可能是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这样搞 第一次大搞 出错确实可能会多一些 比如选民收选票的地址变更了 因为这个选票他是先寄到个人家里 填好之后再寄回去 还有就是填写不规范 成为了废票 还有呢 像身份认证 签名鉴定 统计投票 都会增加工作量 容易出错 从以往的统计来看 通过邮寄的方式 废票有多少呢 占邮寄这种方式选票的1%到1.5% 这个数字还是比较小的 在选举中起不到什么作用 从以往的选举数据来分析 邮寄投票对两党的得票占比没有太大影响 增加的选票还是均匀分布的 至于舞弊的问题 以往的舞弊事件很少 其中涉及邮寄投票的舞弊占比也很少 是低于邮寄投票选民比例的 没有证据说明邮寄投票就更容易发生舞弊 但以往是以往 特朗普是独一无二的 疫情下的选举也是独一无二的 特朗普说邮寄投票会对民主党有利 理由是什么呢 首先他分析几方 自己的支持者都很狂热 是铁杆 上刀山下火改 也要投票给董王 他们迫切要复工 本来就不怕病毒 有一个数据很好玩 在经常戴口罩的人中 支持拜登的66% 支持特朗普的26% 而不戴或者很少戴口罩的人中 彻底反过来了 支持特朗普的83% 支持拜登的只有7% 那么对手呢 特朗普分析拜登体力不行 是个瞌睡虫 开着开着会经常都睡着了 他的支持者或者中间偏向他的选民 看着拜登吧 也犯困 他们又比较理智 佛系 觉得不差自己这一票 有疫情更加不想出门 但是邮寄投票这个方式 恰恰会方便了那些不想出门的投票者 会导致民主党的支持者提高投票率 尤其是那些摇摆州 像俄亥俄 佛罗里达 宾夕法尼亚 投票率增加 这对特朗普很不利了 另外特朗普还想做个铺垫 毕竟大规模的邮寄投票是第一次 如果选情不利于共和党 他就可以甩锅 当然到11月到底是什么投票形式 是各州决定的 特朗普并不能左右 那上一个问题我们就解释完了 邮寄投票肯定会刺激那些支持民主党的人 这个是特朗普的分析 所以他要抨击这个邮寄投票 我们再来说下一个问题 就是所谓的干预 推特标记了特朗普的话 说他没有事实依据 特朗普的推特里不识内容可太多了 他说中国病毒的时候 也没见推特有任何处理 他还有很多污蔑中国的不识谣言 也都没处理 可是特朗普一提他大选 就开始标记了 这就是推特的双标 第二 推特的这种做法 也撕破了言论自由的伪装 特朗普怎么说都是个人言论 但推特是一个平台 你如果充当真相仲裁者 就是下场干预了 推特一直审查中国和俄罗斯的账号 包括我们观察者网的账号也被封了 现在大统领都弄了 推特还讲什么言论自由呢 脸书的扎克伯格也反对推特这种做法 可是脸书对于很多中国的账号 特别是支持中国的账号也经常封禁 封禁支持中国的账号的时候 他怎么不出来呢 我们看到的是这样一个大型混乱的现场 双标的特朗普发表言论 被双标的推特列为不识信息 双标的特朗普非常生气 双标的扎克伯格也非常生气 三方都在争夺美国持名商标的定义权 这个持名商标就是言论自由 好了 做视频不易 很多人都在催我出汇丰的下集 我们现在正在全力感知中 这周日就会上线 请大家能给我这期视频点一个赞 想要30万个赞 这样也能激励我和同事 更拼命的把视频做下去 我们还是做一个抽奖吧 这次抽奖送书 也由我们的话题有些契合 叫高思在云 作者是朱云翰 观察者网的老朋友 专栏作者 台湾大学政治系教授 也是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 这本书深入浅出的探讨了 中国兴起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意涵 他认为 当前人类社会正处于一个 数百年难遇的巨变时代 最重要的特征是四重历史趋势的反者 即以美国为核心的单极体系示威 第三波民主的退潮 资本主义全球化陷入困境 西方中心世界的没落和非西方世界的全面崛起 这本书是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送给我们观察员的 在这个视频B站上线的48小时内 使用我的专属邀请码666 新购买观察者网的会员频道观察员的朋友 我会抽奖送30本这个书 这个书的定价是39元 请大家注意 这次是30本48小时 中奖率还是挺高的 购买或者续费观察员 每年都是198元 使用我的专属邀请码666 都可以例减10元 这样每天不到六毛钱 还可以从这个月的礼品中选择 三选一 一是温铁军老师的书去衣服 二是观察者网的背包 三是官网的T恤 同时还有抽奖机会 抽奖的结果 我会公布在我的微博和B站账号上 都是甘地董嘉宁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内容 请大家帮我点赞 我们周日再见 请不吝点赞